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票价最高不到三十块 便宜的两块钱就能搭上一程 是为了那些山区之人 特意开设运营的慢火车 沿路穿过许多山区 当地的人们驱赶着猪羊等家畜上车 一路上 那些家畜在车厢中走动叫唤 人们叫卖着各种农服产品 别有一番烟火气息 或许是触景生情 二叔开了一瓶冰可乐 就着一碟花生米 跟我说起的年轻时的一段诡异经历 那是二十年前 他也曾乘坐这趟列车进川 当时下了站 天色已晚 正赶上七八月份的雨季 天际边乌云密布 稀里里下起雨来 二叔踏着一双破旧草鞋 为了避雨 就找了一个还算浓密的林子 躲了进去 大概是坐了一宿的车 再加上穿雨之地独特的天气 二叔靠着一棵大树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雨势已停 可周围黑乎乎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楚 二叔身上没有带什么点火照明的工具 心中难免有些着急 就在这时 他遥遥看到 远处有一抹清幽的火光 半夜三更 又在山林中看到这种诡异的清光 二叔哪里敢靠近 下意识就想远离 但诡异的是 他转来转去 那抹火光还是阴魂不散 二叔当时冷汗就流了下来 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也不知道是之前雨水淋的 还是冷汗近的 眼见闭无可闭 二叔干脆横下一条心 他走南闯北 对这种光怪陆离知识总算有点底气 硬着头皮 朝着那抹火光走去 那抹清光在山林中飘来晃去 似乎是在指引他前往什么地方 这一走就是二里之地 二叔看着那抹火光还在前方晃荡 又看了看身后越加幽深的山林 胆气下去 后怕就涌了上来 再这么走下去 谁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 好在这是眼前呼的一亮 一盏三寸来高的清油灯出现在前方地上 那抹火光没入清油灯中 灯眼熊熊燃烧间 似是又大了三分 二叔定神一瞧 随着灯眼晃动 那盏清油灯旁边 竟然出现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 小路似是由黄色沙粒铺就而成 每隔几丈距离 就由一盏清油灯助力着 远远望去 不知道通向哪里 二叔情不自禁凭住呼吸 他想起之前曾在地书上见到的一句话 或颜原地归天人 忧恐神功亦偶然 意思就是说 这世间有种种奇异之地 他们的来历众说纷纭 早已难以分辨 有人说 他们是古诗高人闭关参悟天道 断绝生死之地 也有人说 他们是天地造化 自然生成的动天福地 还有人说 这些地方的诞生不是偶然 背后肯定埋葬着一个恐怖至极的阴谋 人们把这些地方统称为原地 千百年下来 最为诗人所熟知的原地 便是东晋时期 留下的一篇记载 描绘了一个名为桃花的原地 有渔夫无意间闯入其中 见到里面千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耕种的 无论男女 穿着都有上古之风 与金人格格不入 二叔隐隐猜测 这条奇怪的黄沙小路 正是通向某个不为人知的原地 想到这里 一种悸动 促使他踏上这条小路 小路两旁的青油灯 在他踏足的那一刻 灯眼猛的一阵 隐约间 二叔看到小路两旁的黑暗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自窥视着他 只是当他瞩目过去时 那种异样的感觉又消失不见 二叔咕弄了几句 收敛起心绪 顺着这条黄沙小路 往前又走了几里 两旁的青油灯越来越稀少 到最后 隔着几十丈 才会出现一盏 与此同时 灯焰也越来越小 似乎经过漫长岁月 那些青油灯类的灯油 逐渐燃烧殆尽 二叔看着油灯类 仅剩的残油 暗自猜测 只怕再过两年 这些青油灯就会全部熄灭 这条黄沙小路 也会从此不见人间 他暗纳住心中异样的情绪 又往前走了一回 似乎穿过一扇无形的门 眼前豁然一亮 目光所见 自己竟是出现在一个悬崖高台上 灵高而望 脚下怪石林林 寸草不生 在那些怪石缝隙间 一块块血肉掺杂其中 血肉不知存在了多长时间 早已乌黑死寂 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颜色 在这片怪异死寂的大地中央 有一座光秃秃 黑色的山峰 透着几分不祥的意味 二叔看着这幅血腥恐怖的景象 目光微微恍惚 耳边仿佛响起无穷无尽的一语 他强自镇定心神 耳中的一语平息 目光闪烁间 面前的大地 赫然唤了一副模样 绿草成荫 鸟语花香 一座青色山峰 筑立在草地中央 山峰旁边 种着两亩稻田 微风吹过 稻谷晃荡着沉甸甸的稻穗 一个人影俯身其中 似乎正在耕种 二叔揉了揉眼 眼前还是这幅绿草成荫之响 似乎之前只是幻梦一场 他心中隐隐有了个猜测 眼见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便顺着悬崖旁的一条小道 来到那处稻田中 与此同时 一个身着缩衣的男子 正好抬起头 四目相对间 男子笑着询问二叔 是从哪里来的 二叔紧紧看着这个男子 总感觉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却又一时说不上来 只能唐则两句 说自己是无意来到这里 多有打扰 男子点点头 简单询问了一些外界的变化 然后邀请二叔去住处斜脚 二叔犹豫了下 还是跟男子一起 登上那座青色山峰 一路上 许多的房屋散落在山路两侧 似乎很久之前 这里曾经居住了许多人 只是这些房屋都大门紧锁 一幅荒凉之景 他们一直来到半山腰 这里正好有一块阔地 上面有一个院子 院子虽然不大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脚还养着三只鹦鹉 一黄 一绿 一灰 四十九不见外人进来 这三只鹦鹉 在栈杆上蹦蹦跳跳 嘴里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显得十分兴奋 二叔自然听不懂鸟语 他站在院子中抬头望去 隐隐看到山峰顶上 还有一座黑色的高楼 约有七层之高 男子未完鹦鹉 见二叔还在原地站着 便将二叔引到一旁 这里有两张事宜 两人坐着闲聊起来 这一聊 二叔这才明白 这块原地 还有这个男子的来历 原来这个男子 本是一个隐秘家族的成员 他们家族无意间 发现了这块原地 欣喜若狂 随后举家搬迁进来 他们希望在这块原地中 生存繁衍 与世隔绝 再也不受尘世烦扰 只是随着进入这块原地的时间渐长 他们渐渐发现 一件恐怖的事情 就是家族之中 有人会神秘失踪 下落不明 随着时间流逝 这种神秘失踪的频率 也越来越快 似乎这个看起来像是世外桃源的地方 还隐藏着一个恐怖至极的存在 正藏身在他们视线之外 悄然吞噬着他们族人的生命 意外很快来到男子头上 男子当时有一个西医的女子 两人将要结婚的时候 女子的母亲突然下落不明 婚礼自然无疾而终 男子安慰好女子 跟着女子父亲 还有一群人 找了三天三夜 最后在这座青色山峰上 找到了一个古怪的洞穴 洞穴入口 注立着两个怪异的实相 外表如人形 只是一个无眼 一个无耳 女子父亲看着那两个实相 脸色微变 他执意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自己则带着家族的一件质宝 孤身一人进了洞穴 那件质宝 是一枚拳头大小的石头 传说是皮羞左眼 有辟邪之能 女子父亲再出来时 已经是三天之后 当时他脸上惨无人色 口中来来回回 只有八个字 大胸之地 震邪之所 然后昏倒在地 女子心急如焚 男子带着他的父亲 去找家族内医术最高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隐隐感觉 女子父亲的身体有些不对劲 从外再看 没有任何异状 但整个人明显轻了许多 就好像 那副身躯里的内脏 被什么东西吃了一半 经过抢制 女子父亲终于苏醒过来 他挣扎着要来笔墨纸张 将其他人赶出房间 说自己要做一件事 女子父亲在房间中待了一夜 那一夜 有小孩说 从外面望去 房间内灯火摇晃 一个巨大怪异的阴影 像潮水般淹没了窗户 有血迹从房间的缝隙中渗出 很是吓人 但大人们去看 又没发现丝毫异样 第二天天亮时 人们打开房门 女子父亲已经消失不见 桌子上留着厚厚一打只稿 上面描绘出一个繁琐复杂的建筑结构 是一座七层高楼 女子父亲在最后留言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在三个月后的今天 子时 在那个洞穴旁边的东南角 建起这座七层高楼 不然整个家族的人都会遭遇不测 众人眼见这等怪诀之事 不敢有丝毫拖延 按照图纸要求 找到种种材料 开始建造那座高楼 男子一边安慰女子 一边投入紧张修建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那座七层高楼终于如期建成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有人失踪 到最后 原本偌大的家族 除了男子和女子 只剩下十几个人 也是在这时 男子才发现 他们还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之前 女子父亲带着进入洞穴的那枚皮修左眼 按照图纸要求 这枚皮修 左眼需要放在七层高楼的顶端 用以镇压万歇 缺少这一步 高楼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 原本他们一早就应该发现这个纰漏 但或许是鬼迷心窍 或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直到最后几天 男子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们找遍附近 没找到那枚皮修左眼 原来 当初女子父亲进入洞穴时 将那枚皮修左眼 遗落在了里面 眼看着最终时刻越来越近 他们别无他法 经过商议 所有男性一同在进入那个洞穴 寻找丢失的皮修左眼 妇孺们则留在外面 等待他们回来 离别前的一晚 男子和女子 坐在已经竣工的七层高楼上 看了一夜星火流光 直到东方一轮大日浮现天际 男子咬牙告别女子 和众人一起 又进了那个洞穴 洞穴内部幽深曲折 他们虽然手上拿着火折 却还是看不清周围的景象 再加上这一个月来 重重压力堆积 众人的精神已经几近崩溃 他们隐隐听到 身后不时传来呼唤的声音 那些声音中 有曾经消失的同族 也有彼此的至亲之人 到最后 男子甚至听到女子的声音 他咬着牙 努力保持心灵的澄澈 在黑暗的洞穴中 蹒跚寻找 更多的同伴 则转身朝着声音的来源跑去 头身黑暗之中 再也没有回来 男子找到了那枚皮修左眼 他欣喜若狂 仗着这枚皮修左眼 反程的路顺利无比 他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响 男子平安出了洞穴 赶在最后的时间节点 登上七层高楼 将那枚皮修左眼 放置在高楼的顶端 也是这时 男子才注意到 这一路走来 他竟然没有看到 其他人的身影 无论是当时 一起进入洞穴的同伴 还是留守在外面的人 包括女子 都不知下落 男子心中涌出一股 极大的恐惧 他已经按照要求 找到了皮修左眼 并且将它放在高楼之上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是女子父亲 预计的时间有误 他在原地中找了三天三夜 还是没有找到其他人的身影 偌大的原地 空空荡荡 似乎只剩下他一个人 还有那座高楼 最后 男子独自一人 登上高楼 在楼顶等了一夜 直到原地边缘 那轮落日 缓缓坠入地平衔之下 他想 或许在他进入那座洞穴的时候 女子和其他人 已经离开了原地 以此躲避那渐渐逼近的不祥 人海茫茫 自此再难寻觅 男子决定在这出原地里 继续生活下去 他等着在未来的某一天 那个女子重新回来 二叔说到这里 微微眯起双眼 我若有所思道 二叔 这么说来 那个男子已经成功 镇压住洞穴的不祥了 二叔悠悠道 当时那个男子低头给我倒水时 我看到他脖子后面 有一道裂缝 里面填的是满满当当的稻草 我悚然一惊 那一群人当日进入洞穴 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 全部都死了 那个男子临死前 找到了那枚皮修左眼 接住皮修左眼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尸骨无存 还剩下一张皮 也只剩下一张皮 又靠着他自身的一股执念 让他以为自己还活着 走出洞穴 我沉默两久 忽然想到 《清朝粤威草堂》笔记上 记载的一个智怪故事 说是古代有个年轻人犯了大罪 将被斩首 年轻人的舅舅告诉他 斩首时 自己会大喊一声走 那时年轻人就奋足狂奔 保证无人拦他 到了行刑的那天 当那生走传来时 年轻人奋足狂奔 果然一路没有阻拦 年轻人一直跑到极西之地 重新安定下来 然后娶其生子 一患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 他带着妻子 重新找到舅舅 感谢舅舅当年的救命之恩 舅舅却面无人色地说 当年他亲眼看着 年轻人的头颅掉地 年轻人听到这里 面色惨白 形体摇晃 最后化成一团黑烟 消散无形 年轻人的妻子面色凄苦 说年轻人这些年 全靠着一个执念活着 你又和苦将一切说清楚 让他这个执念消散 自此不复存在 我收回思绪 又看了看作为对面的二叔 他双目微合 似是陷入沉睡 想必当年二叔见到那个男子时 他已经靠着执念 在那块原地中生活了不知多久 二叔也是猜到其中隐情 没有对男子提及此事 心中不知为何轻叹一声 我侧过头 视线越过窗外 似是看到冥冥之中的某个地方 一个男子独坐高楼 目光悠悠地看着远方 他静静等待着 将来的某一天 那个心仪的女子 会笑着回来 与他相见 靠着这个执念 光阴流转 日升又落 记忆中 那个人的阴中笑貌 已经渐渐模糊